大家好,我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饲养员李莉 咱们李莉奶妈呢,也是照过这些熊猫宝宝很多年了 然后据说十年有余了,对十年了 然后这些熊猫宝宝,我听到,我感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呢 他们喜欢叫吗? 对,有的时候饿了,或者两个熊猫,现在因为还小嘛 两个月之内的话,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睡觉的,很少互动 很少互动,但是我们刚刚感觉他们俩,他们那些猫猫跳得挺欢的 然后,你看你们平时对他们的那个队形的摆放也是特别的讲究 感觉还是从他们的体型上有一个排列 这个都没有,就随意摆放了 随意摆放的,感觉从大到小的一个排列 然后今天呢,因为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啊 想要在我们奶妈这儿找找答案 就想从外貌上来看呢,这些熊猫宝宝 目前来说也是黑白分明长出了大熊猫的原本的一个模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熊猫宝宝在出生的时候呢 他们是粉红色的,肉粉色的,大概手长那么大 那从这个外貌变化来,我们想回溯一下 就是熊猫宝宝他出生是粉红色 大概多久的时候他身上会开始长绒毛呢? 嗯,基本一周左右的时候 他的刚出生就是他身上会带有那种白色的那种出生的那种绒毛 叫黑毛吗? 对,就是很浅的那种不容易发现 看起来就像没有毛一样,就是那种肉粉色 但是呢,在一周左右,他身上就会眼圈,耳朵,肩带这些 就会慢慢的有一些灰色的变化 在两周左右呢,他的黑色的马甲线 哦,那个黑马甲基本上就呈现出来了 就是我们在说那个熊猫宝宝他的那个黑马甲穿上了 但他小时候的时候,他那个是皮肤变黑呢? 还是说他的毛发是黑色的? 嗯,这个我曾经剥开过他这个毛发,看了一下 是他的皮肤变黑了 哇,是小时候是皮肤变黑,那长大呢? 长大了,我也剥开过,然后我特别好奇嘛 然后我就把他的那个黑色的毛剥开了 然后他里面的肉是白色的,他不是黑色的 哦,那他皮肤,他就是成长中,其实这是一个变化的 一开始是皮肤变黑,然后随着年龄的长大 然后毛发的就越长越浓密以后 他的那个皮肤的颜色会退掉 黑色的部分会退掉,然后变成了毛发是黑的 这样的一个黑白森林 这样的一个黑白森林